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贸办市处的职能和享有的各项待遇 其中劳比奥无灭指 香港经贸办已成为中共的喉舌 建议将它铲除出我们的国家 劳比奥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身平救走 找个新借口丑化香港的国际形象 试图直打压香港特区在美机构 削弱香港对国际的吸引力 同时又抹黑中国 喉舌 劳比奥在诋毁人家之前 有没有做足功课的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介绍 经贸办是负责提高全球对香港独特优势的认识 促进香港的经贸利益 以及支援海外企业在香港拓展业务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在美国华盛顿 三藩市和纽约设有经贸办 简单来说 经贸办专注于联络推广 和当地商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交流 目的是促进香港的经贸发展 它的政治色彩并不突出 更旺论肩负政治任务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劳比奥这个人所作所为 反而早已是劣迹斑断 近年来 美国政府炮制的各类反华议题 包括涉港、涉疆、新冠疫情等议题 都能看到这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的身影 美国有人指他是反华急先锋 例如在2019年11月 劳比奥参与发起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藉口的 所谓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劳比奥当时还展示神逻辑颠倒是非 清涉港法案是美国内政 反指中方的抗议是干涉美国内政 劳比奥和反中乱港分子也都关系密切 2016年11月 时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的劳比奥 在一个活动上认识黄之锋之后 两个人开始秘密联络 劳比奥亦因此成为黄之锋攀附美国的跳板 并长期内应外合搞乱香港 事实上 在劳比奥提出踢走香港驻美经贸办之前 一群逃寸外地的港独分子 早已同总部撤于英国伦敦 恶名超章的反华组织香港监察 为这项建议制造舆论 香港监察今年10月13日 发表一份所谓研究报告 毫无根据地指 在北京牢牢控制下 香港特区政府在海外设立的14个经贸办 已经成为了偽装的中国大使馆 在海外延伸中共影响力 呼吁各国政府重审 和考虑将它们续一关闭 研究报告发表后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随即于今年11月15日 发表内容如出一切的最新报告 建议国会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的外交地位 讲穿了 劳比奥这次提出所谓的法案 又是一场同反中乱港分子合谋害港的大龙风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劳比奥在涉港问题上的却越表现 中国外交部早已在2020年8月 向劳比奥等11人实施了制裁 近年美国毫不掩饰 他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意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近日启动成立续称中国屋的中国协调办公室 这个新机构的职能是什么呢 将会如何运作呢 它的成立对中国将会构成什么影响呢 根据媒体报道 办公室将会取代美国国务院的 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核下的中国事务署 由60至70人组成 会分成三组 针对与中国的传统双边事务 战略沟通 与中国以外的活动进行工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 中国是美国面对最复杂 及最具因果关系的地缘政治挑战 中国屋是国务院现代化计划重要一环 目标是确保美国政府能够负任地管控和中国的竞争 无论美国这个中国屋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已经决心和中国进行一场长期战略竞争 无所不用其极 已达到它围堵和打压中国 从而维护自身霸权的目的 霸权的危险在于它不顾一切的自我中心主义 完全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 美国预期不顾一切与中国竞争 不如先审视自己发展的种种乱象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此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断打 我们明天见 拜拜